好的 大家好 我是DJ阿兜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這個景點 很多人都不知道 來到台南幾乎不會走的一個景點 什麼景點呢 就是在我身後面的大陵碑 大陵碑是在南門路上 南門城 看到南門城的後面 正後面這邊 那小陵碑在哪邊 在刺坎樓 在刺坎樓書香院的底下 那就跟著玩 帶各位去看一下 很多人到台南市去玩不會走的大陵碑 大陵碑這是清朝一些碑文 那收集之後放在這裡 前些時候剛整理完 整理完才會開放 我們就走進去看看吧 大南門碑林 一個簡介在這裡 沒有清理得很乾淨 有鳥屎在上面 這個不是墓碑喔 各位看清楚 這個都是一些以前的一個紀念碑文 那這邊有一個台南市文化局所做的一個公告 這個點應該沒什麼人會知道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走進來看看 這碑文後面都已經不是很清晰了 那有些人會用拓印的方式 讓這個碑文看它裡面的記載 大概都是在西元一八二幾年那時候的很多 這個非常的清楚 每塊碑文旁邊都有記載它的年份 大概都是清朝的 以前的碑文長這個樣子 非常非常的多 有機會你可以來這邊看看 這邊是不可以拓印的 所謂的拓印我相信有些人知道怎麼去拓齁 那早期我記得很久很久應該是我讀書的那個年代 那這邊可以申請拓印到現在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你看這個 這個碑文呢 有看到黑黑的這個 這都當時人家拓印了 可能拓過去 殘留下來讓它黑黑的 所以說 這個碑文目前是禁止來這邊拓印 我們再往前看 它總共有三排 三排 那每塊呢 碑文呢 你如果不懂它的年代 在旁邊這邊都會有講解的 說明 有沒有看到? 很清楚的記載的 好 我們對於這種碑啊 一般都是覺得好像是木碑齁 其實不是齁 這個 上面最上面 看到沒? 它出來了齁 都是皇上半部下來的 這個是清道光年間 這個地方真的是 一般來講 你對歷史有興趣的才會來 有人說 台灣跟大陸完全無關 看這些碑文就知道 過去的先民啊 來到台灣的過程 實際上 台灣是跟中和大陸 結結相結合在一起的 只是因為現在的政治因素 那個我們就不去討論 尤其現在是最敏感的時機 為什麼? 520之後就特別的敏感 不提政治 那各位看一看 走在這邊的感覺很清幽 我記得我以前讀書時代 有時候中午的休息時間 沒事就跑來這邊 因為這邊比較涼快 那在這個大陸杯旁邊呢 就有一個南門城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我會帶各位去走走南門城 這個南門城呢 基本上我有發覺 會來這邊的遊客 大概都是外籍人士 就外國的朋友來到這裡 好的 這個大概就是整個 三排的一個大陸杯 很多人到台南不會走的景點 就是這裡 好我們繞過去 好的 我們要往南門城的方向走 剛剛追加女主角 我說這個景點你沒來過吧 他說對 他說這個景點啊 就看看幾塊石頭 可能他對歷史不是那麼有興趣 才會講這種話 不過他也蠻可愛的 咱們要一直拍照一直拍照 很悠閒的地方 上個禮拜我本來要來這邊拍片的 但是那時候紅球 有那一顆藝術家弄的紅球 來到這裡 所以說當時人很多 我就離開了 好 來 這邊 寫著三級古蹟 那是以前舊的 正常來講 應該是四定古蹟 或 不定古蹟 現在這個 寫著三級古蹟 這是以前 舊的 台灣 府城大南門 以前 台灣被 清朝稱為 大元 大元 那是過去的歷史 好的 進來了 這邊一個大南門 不過那一塊呢 是 民國用的 好 走進來 前面一個 寧南門 就在一個 歷史保留下來 現在城門還保留的 像這樣 晚上在台南市 有兩座 一個是東門城 一個是南門城 也就是 林南門這裡 那這裡呢 會有一個簡介 現在有人在看的這裡 我們上樓梯上去吧 這林手 還有那個 很清幽吧 很清幽吧 這台南可以看到很多這種砲塔 在意在經城 安平古堡都看得大 好,過去的 上來之後,稍微逛一圈 正前方,從上頭看過去 這就是我們以前舊的城門 逛淚的話,前面這個龍樹的底下做的是很涼爽的 那這邊呢,下午的時段 會很多小朋友在這龍樹在過去那邊有個兒童休息區的地方 剛剛在東邊有看到一個砲台 在西邊這邊也同樣可以,等一下可以看到一個砲台 這棵龍樹前些時候整修過 可能是配合紅球計畫吧 這個砲台明顯比剛剛那個看起來小很多 都已經鏽石斑駁掉了 哇,也這個前面這邊都鏽石掉了 從這邊看一下 以前的門啊 看起來就是這麼高而已 可見過去的很身高不是很高 就好了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前方那边就是刚刚我去的大灵杯 OK 看到正前方那个位置 就是刚刚去的大灵杯的位置 那把镜头缩回来 这个景区呢 基本上如果到这边的话 你可以逛两个景点 就是大灵杯和南门城 那就是因为小小的景区 很少人会来这边逛 我在这边看到大部分的游客 会看到的与外国人居多 好的 穿过来 好的 以上是DJ阿州在 南门城还有大灵杯 为各位所拍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 记得喜欢我的影片 帮我订阅 同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面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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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